我們來看看這個老師平常張哥可以用到的這種螢幕畫你的工具 你點進來之後呢在這邊 其實我這篇文章介紹的蠻多的 因為蠻常遇到老師有在問這個問題 那哪一個好用? 固定,看你要的 我用的是這個比較容易的 這是免費的 免費的而且不用安裝 大部分這些都不用安裝 那它的優點是你看不出我用哪一個 因為我都是用快速鍵 快速鍵 這也可以說是它的缺點 但是它的優點就是完全沒有任何干擾 是不是就跟平常老師上課一模一樣 那相對的 有些老師覺得說 我就不需要寄快速鍵 按按區麻煩 你可以選擇像一般政論節目一樣 或者氣象報告 它不是財經節目都在那個 上面直接有那個筆出來 就按一按 反正它給人家看到也沒關係嘛 所以下面有其他的 那我們往下轉 往下轉 這些軟體呢 我都有放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 這裡 還有這個 你往下 這個三角你打開 可以看到比較多 我用的平常用的就是這個 就是說 免費移戶放大 這個 老師想要用 有計快速鍵的還是不計快速鍵的 不計的齁 我就知道 您大整個都要這樣 不計較 哈哈哈哈 來 開玩笑了齁 來我們往下走 其實這兩個 一 二 這兩個都不錯 OK 來 那但是這個的話就需要安裝了 這個我記得要安裝 好安裝 這個是不用安裝 所以我找一下 在右手邊 這個 你把按一下 有沒有下載 好下載下來就好 像這些我都放在遠端音節上 所以其實這樣分享資料 是不是也蠻容易的 那你看 下載下來了 你就可以把它安裝起來 如果是屬於不用安裝的最方便 因為你就放在隨身碟就可以用了 好 這裡 同意 下一步 下一步 這樣就好了 好 我已經有那支筆了 真的還假的 偷偷看一下 你在桌面上應該也會有那個圖示 在那裡 我現在這個已經產生出來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這個 對不對 所以您就看 您想要哪一個 我在哪邊要做注解 你就把它按下去 這樣有沒有可愛一點 這樣有可愛齁 不要的就拿掉 換掉橡皮擦 自己錄補補補 你也可以拍照 這個工具就是很簡單 很單純 好那你自己挑你想要的顏色 挑想要的顏色 筆畫下去 這樣就好 不想看到筆的時候 眼睛這樣 收起來 可是呢你再打開 筆還會上 你看筆記還會上 有時候是因為你要做操作嘛 所以你把它按到這個之後 有沒有發現 你的頁面可以繼續操作 筆還會留 筆記留在上面 所以這個也不錯吧 對不對 這是比較可愛型的啦 比較可愛型的 那不要的話呢 那你就從這個地板 有沒有退出 就把它退出 這樣就沒了 嘿 這是第一個齁 各位看一下 那麼如果你要那個 這個 這個是德國貨 Point to face 也是比較老牌的 對 Point to face 這個 好那我往下走一下 下面我都有 這個介紹還有錄一段教學影片 在這裡有沒有 怎麼用 我都有錄教學影片 這個 老牌的 可是一樣有中文 剛剛那個有簡體的嘛 你可以從他官方網站 也可以下載 一段一連上的 我就把它下載 這個是免安裝 所以我只要下載下來就好 好下載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把它按右鍵 解壓說 至此 我的資料夾都留著 有沒有 就這個 如果連德文不錯的 這個就不用 這個也不用 就單純一個就好 像我們不會的 就是要翻譯 好點兩下 來 他很安靜的 有沒有在這裡留一個要開始 就這樣 所以 就跟正論節目一樣 開始 有沒有工具就跑出來了 來 同學等一下我們看這邊 哈哈哈哈 這樣很簡單 叫你不要亂看 你不要看這裡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看這裡有箭頭 對不對 然後它的顏色有兩種 這一種的 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是類似這樣螢光筆嗎 這一種就是實心的 但應該清楚 那要把它清掉 或是這種 就可以重來 它你有放大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需要放大 放大一點 拿過來 剛剛那一個沒有 可愛型的沒有 這裡有 所以你可以放大 它的放大鏡 那你說小就說小 不過呢 它有它目前是沒有辦法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就是 筆記留著 我還可以怎麼樣 繼續操作 它等於說 我就是把這個畫面 就拍照的那種概念 等於說你在畫 繪圖的同時 畫面是不能操作的 畫面是不能操作的 這樣講解了嗎 所以你只要離開了完成 它就繼續縮在那裡 以最小的 位置 盡量不影響你 這樣子 那你真正在用的時候 就按開始 好開始 那所以 你有需要做一些 矩形啊 方框啊 然後大小啊 那些 你都可以自己在做調整 這樣 有沒有 簡單一點 關掉就關掉 因為這個不用安裝 所以關掉就沒了 所以這兩個 可能老師在用 如果你覺得說 我不想要記太多快速鍵 用這兩個 效果就馬不做 當然你說還蠻別的 有啦 你真的要比較多功能的 我會用這一個 IPvEVO 但是它需要安裝 它需要安裝 所以我就先暫時 不再繼續介紹 就以這個為主 這樣OK嗎